没想到 让她钻了空子 给抛走了 真没想到 皇后和所额图 居然怀疑你和易欢 是吴三贵的奸细 好在 康熙现在对你们深信不疑 根本不会相信 眼下局势如此复杂 先是不明身份的神秘人 从永乐斋盗走了铜侠 接着 明珠谷又出现了 傲拜的奸细 现在 吴三贵埋伏在宫中的奸细 又露出了马脚 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机 以后我们行事 要更加小心 大师兄 你也别忧心 不管行事如何危机 我都会和你们一起 共同面对 谢谢你 清澄 走吧 山西本附属之地 燃镇亲见民生疾苦 而地方官 各自为政 巧立明目 收受税银 朝廷所发赈灾银两 粮食 被各州县官员层层盘剥 针入灾民手中 十步足矣 灾民实不果腹 流离失所 而众官员 香车豪宅 生活之铺当奢靡 游在镇之上 朕着令 力不彻查山西贪污之风 以正乾坤 亲此 好了龙小弟 写完了 你来看看 怎么样 老大 看来 你在我这个小弟的调教之下 这个字啊 大有长进 只是没想到 你身为女子 居然写的字 能有几分镇的风范 主要啊 还是你的这封诏书 内容写得好 这听得我呀 是痛快淋漓的 以前小的时候 在我们老家 每一次闹饥荒 饿死很多人 当时看着吧 就觉得特别惨 那个时候 一定在心里 把朕骂了几百遍吧 那当然了 这老百姓饿肚子 肯定都是你这个 皇上的官没当好啊 皇上呀 可不是个官 皇上怎么不是官了 虽说这贪污赈灾银两的 是山西的地方官 可是呢 你这个皇上 可是最大的官 这都是因为 你的失职导致的 这番话要是在朝堂之上 任何一个人说了 朕都不会轻饶的 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 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 那你说 你是朕的什么人 老大 这次出讯呢 真的是感慨万千啊 不仅体察了民情 还学到了很多 朕在语书房里和朝堂上 永远学不到的东西 尤其是 还跟你一起经历了 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 那江世珍 这辈子 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 你看看这个 还记得那日你说过 这个龙字 就是一个龙 加一个耳字组成的 意思就是 皇帝的耳朵是个摆设 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心声 朕听了那番话以后 心里很是震撼 所以回了宫以后 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 提了这个字 以随时警醒自己 不能做一个 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 你明知道 我就是随便一说 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啊 花儿 当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 朕就好好地办 你我之间的事情 你我之间有什么事 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 只做个笔墨事书 然后等到你那 未婚夫回来 出去跟她成亲啊 你虽然是寻常女子 朕不能立你为后 但是 在这后宫家里三千之中 无人能解 你在朕心中的地位 所以 朕要给你抬个奇迹 纳你入后宫 不行 这事我不同意 朕记得你之前说过 皇帝 是这个世上 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 可是 在山西的那间草坊中 你不是已经改变了 对朕的看法吗 我之前说过 你是天底下 最不该爱的人 可是现在 我说回这句话 你真的很好 在那间草坊中 咱们同居了数人 朕看过你的身子 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 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 心里放着朕 还出去跟你那个 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亲吗 大不了我谁都不嫁 我不嫁给他 我也不嫁给你 为什么 龙小爹 你是个好皇上 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 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 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 又爱又怕的皇上 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啊 难道你单独跟朕 在一起的时候 会感到害怕吗 龙小爹 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 你不能 我不想跟东宫娘娘 跟西宫娘娘 共享一个丈夫 你懂吗 一个妻子 想尽自己丈夫的时候去见不到 每天打扮好 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 对着蜡烛捶泪 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反正你已经后宫家里三千了 少我一个又如何呢 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 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 罢了你 罢了你 纵然朕归为天子 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 朕只有真心 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 你喝你 如果你闭上手 要不要 这种生活 在这个家里 我别说 李太医 公公有什么吩咐吗 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 怎么 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义欢 你心里不好受啊 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 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 跟恩宠吗 这不是我想要的 义欢年少单纯 这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 我担心的 你把义欢拉进宫里来 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 可是没想到 皇上对义欢动了真心 所以 你的心里不是滋味 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事情 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看到你们 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我也很是不安的 但我又无可奈何 我知道你跟你爹 一直想要光复大明 我劝不了你 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 就连我这条老命 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你 我劝你 赶紧把义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 我年纪大了 受不了惊吓了 什么 你和义欢要撤出宫去 康熙跟义欢的情形 你一直看在眼里 我不能把义欢留在宫里了 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 那你们就先撤走吧 这寻找童侠 和查出明珠谷内建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眼下宫里的局势如此复杂 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 太危险了 有你这份担心就足够了 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对不起 京城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大师兄 你别这么说 如果任由小师妹 留在宫里和康熙 继续发展的话 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对义欢 和我们著名联盟来说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趁她现在对康熙的心思 才刚刚开始 赶紧把她撤走吧 谢谢你 京城 只有你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会为我着想 但是 我却无以为报 大师兄 你的平安和幸福 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我不走 我还想继续留在宫里 为什么 难道你对康熙动了真心 舍不得离开她了 我哪有啊 昨天在御书房 康熙情不自禁地抱了你 你没有拒绝 我 我 我 桓梅 以前你对男女之事 或许很懵懂 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你最近 对康熙的感情 悄悄发生了变化 朱哥哥 我也不知道 我的心 我不能再把你留在泽禁城了 你马上跟我走 可是童匣子还没有找到呢 而且潜伏在明珠谷 傲拜的内奸也没找到呢 清城说了 找童匣跟常内奸的任务 他会去做 那刘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宫里 多会想啊 说来说去 你还是舍不得康熙 是不是 这里 就像一个大金笼子 我不可能在这待一辈子了 早晚都会撤的 但是走之前 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啊 龙小弟说了 那个刘德昭已经奉旨进京了 难道你不想看一看 他就地伏法 大快人心的下场吗 再说了 咱们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得跟我爹汇报一下啊 问问他的意见 没准在这段时间里 童匣子也找到了 内奸也找到了 到时候咱们可以跟 雪姐姐一起撤了 现在刘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儿 多不道一样 对吧 虽然我知道 这些理由不过是你找的借口 但我还是不忍心拒绝你 环美 那你答应我 等刘德昭复发以后 马上跟我走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猪哥哥对我最好了 你呀 就知道欺负我心弱 不许再跟康熙那么近了 他要是再对你动手动脚 你得巧妙地回举他 不能让他再占你的便宜 我知道知道知道了 姐夫 玉八赞率着三千荆棋 进入山西境内接走龙三 既不跟你这个山西巡抚碰面 事后 也不差人跟你打成招呼 而现在皇上就宣你进京 跟龙三对峙啊 现在肯定没有 22 大人 不快 优优独播回首席 不快 st 得优优独播 我们是假装不支 为什么呀 皇家子弟手握重兵 跟朝中大臣勾结 这是皇上的大忌啊 你懂些什么 这个龙三回京之后 必定在皇上面前 举报我诸多的罪状 到现在为止 皇上没有下旨捉拿于我 只是让我奉旨回京 与那龙三对峙 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了 我抢先在龙三之前 呈给皇上弹劾龙三的折子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车官啊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 我们只需要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和力量 对付龙三一个人 以免树敌太多呀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 咱们怀疑丽贫是一江湖泥子假冒之事 如何处置 此事太过匪夷所思啊 这个丽贫跟舒婉欣 两个人居然长得是一模一样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舒婉欣 那我们又如何能证明 这个丽贫娘娘她是假冒的 那舒婉欣早跟梦翔和私奔去了 我正查探 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先奉旨进京 丽贫娘娘的事情暂时先不提了 秋婉 在我找到真正的舒婉欣之后 你即刻紧静来见我 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翻盆的机会了 姐夫 江湖上我大把的人都洒出去了 你说 他跑得了吗 所带人且慢行 怎么了 下官见过所大人 你这是干嘛呢 你别这样 不不不 所大人 下官没有别的意思 下官只是想请所大人 给下官透露些口风 下官此次进京 到底是凶还是急呀 你呀 我 你呀 自在人叫醒得对 你呀 不用太过担心了 咱们都是朝廷命官 这有人弹劾咱们 这应该都是家常便饭 是不是啊 下官明白所大人的意思 所大人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皇上并未全新那个 清差龙三对下官的弹劾 你呢 且安心地去觐见 你此行一定是 有惊 无险 多谢所大人指点 行 走着 请请 皇上 山西巡抚刘德昭觐 先刘德昭 这 刘德昭 皇上学你觐见 请吧 刘德昭 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 山西巡抚刘德昭 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大人 皇上 这些都是龙三 弹劾臣的罪状 都是他无中生有 所罗织的罪名 无中生有啊 刘德昭 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无中生有 罗织罪名来诬告你 回皇上的话 这龙三 向臣所会不成 所以怀恨在心 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汉匪 盗抢我府库的官吟 还有 这龙三 他死磕遇袭 违遭密旨 敢设我山西地方政务 皇上 这一桩桩一件件 臣聚查时 皇上 请皇上 明察 刘德昭 臣在 你文才不错嘛 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 难怪你能一路升迁 官拜二品 谢皇上圣散 臣实在是亏不敢当啊 还有皇上 这是龙三 四刻遇袭 伪造密旨 盗抢官吟的证据 请皇上 明见 没错 这个玉玺和密纸都是假的 皇上 除了这些物证以外 臣还有人证 此人证 乃是山西总兵 书建大人府上的管家 他可以作证 这龙三 在借助叔父其间 曾经率领手下 乔专改办 勾结山匪 盗抢官府酷吟 如果皇上想 亲自遇神此案的话 可招 此人进宫秩序 此案可立白于天下 不必了 这儿有三个人证 个个都比你那个 舒服的管家重要 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 这龙三假传圣旨 伪造玉玺 乔装改办盗抢官吟 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 杀了你手下一员 姓杨的参加 吾皇圣名啊 皇上实在是圣名啊 但不知 现在那三人陷下何处啊 刘大人 别来无恙啊 皇上 此女子 乃是龙三的 贴身丫鬟啊 刘德昭 我也是证人之一 你可还记得我 皇上 这个人 也是龙三的心腹啊 抢到官吟也有他的份啊 皇上 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谈言呀 皇上 何止他们俩有份 刘德昭 臣子 你为何不抬起头来 看看朕 臣 第一次 拜见天眼 内心诚惶诚恐 臣不敢直视天威 所以 朕让你抬起头来 仔细地看个朕 后探 这 朕 我死 真的真的 特别好笑 太好笑了 师叔姑娘 后来呢 后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 后来那个刘德昭啊 吓得都不敢说话了 这身子啊 就跟谈蹄巴似的 一直都 还真是有气 真可惜 我没能当场看看她的丑态 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她那个丑态 你都不知道 当时啊一股恶臭 结果你猜怎么着 吓得累死尿裤子了 哎呀 臭的我呀 陆小弟赶紧叫人把她给拖走了 真是没想到 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 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原来这么浓包啊 可不嘛 你都不知道 被拖出去的时候 那次吓得都不敢说话了 那眼睛是晚上翻的 然后涂着白目 就这样 基本就这样子 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 皇上吉下 皇上吉下 臣参见皇上 不必多礼 这个永乐斋啊 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最轻松 也是最开心的地方 大家随意就好了 一欢的一欢 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 朕每次一见到你 一见到你的笑容 听到你的笑声 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 心里充满了阳光 龙小弟 你可是堂堂的皇上 你怎么能学别人听闭脚呢 朕还用得着听闭脚啊 你这个声音啊 隔着远墙都能听得见 这么看来 你这脚是不疼了 脚是不疼了啊 不过走起路来 还是会一拳一拐的 特别不好看 你也出意其走路的姿态了 你以前走路的时候 那可是风风火火连蹦带跳 没一个样子的 哪有 皇上 再过几日 便是臣王母的忌日了 臣想带着臣妹 去京郊永福寺 为王母祈福上香 还望皇上恩准 康熙已将刘德昭 和顺田抚引甘国泰的案子 交由刑部审理 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急刑 也算是大快人心了 皇妹 你现在 可以跟我一块儿撤走了吗 我 我爹过两天回京城 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 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 义福说过 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 交给我来决定 可是 是 怎么 你又变广了 不是 我只是觉得 如果我们要撤树子京城 如果撤不好的话 康熙肯定会怀疑的 到时候会深查起来 雪姐姐怎么办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凡师妹和叶氏弟 已经随吴应骑的车队进京了 到时候 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 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 为他上香祈福 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 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 将我们劫走 如此一来 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地消失 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 挑起 他跟康熙的矛盾 哦 好吧 好 朕准了 到时候啊 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 在永福寺 给令堂做一场追点 多谢皇上 臣母能享此哀荣 是臣兄妹 天大的荣光 你先别急着谢朕 朕还有一项 很重要的差事 要交给你去办 不知你是否愿意 臣愿 听凭皇上差起 这个刘德昭 和顺天服印甘国泰的案子 所以交由刑部审理了 但是朕明白 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 不知还有多少 刘德昭和甘国泰 朕想让你和索沃图 做钦差 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 暗中清查其他官员 看是否还有人 故意制造冤假粗案 冒领功勋 以此作为整顿励志的开端 皇上 这恐怕 怎么 你不肯 你要是有什么顾虑 就尽管说出来 朕替你解决